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這一台山水的高壓置物清潔機 然後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花了2,990元購買的 然後大概 前幾天到貨 那 他附了有 四個刷頭 應該說三個啦三個頭 然後這個是 自清潔水管用的頭 然後呢 這個是這個細變形的頭 然後這個是帶有刷毛的 的頭 他比較小 另外也是最大的這個 這個也是帶有刷毛的頭 然後跟噴水跟吸水的頭這樣子 總共有四個頭這樣子 這邊有特別一些就是四個刷頭啦 其實就三個了 就是剛才說自清潔 直角 窄面 跟大寬面這樣 然後他說就是有1800 1800 1800 帕的這個 的業界最大的這個 這應該吸力吧 然後跟50度高溫 這應該是我記得是可以把50度 吸的水 可以倒在 倒在這個 那個 清水 進水箱這邊 乾淨的水這邊 然後乾淨水這個容量呢 可以放到 1250毫升 然後污水箱呢 大概是750毫升 污水箱比較小 然後總共 3公斤 然後進污水箱 分流這樣子 然後 5萬 5千轉 這邊有特別寫 65db 最低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會偏草啦 然後 他的電源線其實很長 看多長我沒有量 但目測看來 是真的可以 居家使用 會拉很長的 拉到另外一個房間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就是放水管的位置 你可以這樣 插在這裡 OK 好然後這一個地方呢 就可以把它退出來 退出來之後這個 水管就可以拔出來自己 再弄 那個水 去 沖洗這個水管這樣子 那他也是可以套這個 刷頭 自清潔刷頭放在這邊 然後繼續清水管 再來 就是這個刷頭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不是很好拆裝 比如說 這樣子 是嗎 是這樣 就這樣 他說這個是按這個吧 按這個然後還會 沖 這個水管 裡面的 沖水 這樣 拔 我覺得很不好 這個 這個 沖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卡榫對好 卡榫對好 這樣子 就可以裝 然後拔就是這樣 這樣用你拔 我覺得 這邊沒有一個卡榫 那我 去做 應該也是可以啊 應該壓這個會比較好拔一點 但我是 就是圖索直接拔 其實不好拔 對這樣 然後你要刷這個清洗這一個刷頭啊 這邊可以把它打開 這邊卡扣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很好的去刷這邊這邊 就去洗啊 這種東西就是 都是建議就是 清完東西之後呢 趕快去洗 要不然很臭 然後就會髒 哎 卡回去 這邊先對好 哎 是不是這樣 卡住 然後這個機器我沒使用 這個是進水箱 就很像的話 他 他 注水的地方是在下面這邊 也就是說你裝完水是 倒子裝 打開來 倒水進去 裝起來 然後呢 把它放回去 這樣子 然後污水的話呢 自從這邊打開 打開 然後就可以清洗裡面 這種就跟 掃地機器人一樣啊 他有那個 脫力功能的話 你的污水箱呢 一定要趕快去清 不然這種會發臭 那個水箱會很臭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開關在這裡 但是開關的話 他是一個機械式按鈕的 給大家聽一下 這樣子你會感覺就是這邊已經 陷下去了 那就代表應該是打開的意思 再按一下 就是關機 大概就這樣 好 我們來 試試看吧 然後 他的 電源 電源線的部分大概是450公分 好 這個是我 那個分貝 講話聲 差不多就是 錄在70到80左右 那我們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機器 我覺得很大聲 超大聲的 我把它放到這麼近 然後 差不多就是到 90幾分貝 是真的偏大聲 沒錯 分貝的聲音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現在我要洗我這一塊 沙發的這個 這個 這個沙發 這個 正方形的沙發 老實說 影片上面看其實沒有到很髒 他肉眼看是有點 黃黃的 就是沒有到很乾淨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 清洗完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我不可能 讓我自己的沙發那波像有 反正我覺得 效果一定是有的 對 好 我們來清洗吧 我來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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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汗 我來清洗 你 我來清洗 你 你 有嗎? 我來清洗 油 我大致上刷過一遍 但我不確定影片上看不看得出來 我是覺得好像沒什麼差 這是我自己的心得 就是我肉眼看起來跟剛才沒有差很多 可能本來就沒有很髒 那你說會不會濕呢 其實會濕 我摸就有點濕 可能我沒有吸點乾淨 你看 其實它是會濕的 還是有點濕 所以你的水不能噴 也是噴太多 就是你要濕掉 但它其實 算是乾得很快 看這邊 還是有點濕濕的 你說衛生紙這樣壓會不會吸到 肯定是會只有一點點 但是你手去摸就是濕的 就是濕的 沒有我想像中就是 欸水下去 然後就是給馬上洗乾 應該不會有這種事啊 所以那個水量按水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不要一次吸 按太多 但是我覺得是有變乾淨的啦 就是 就是 這樣子摸 是沒有那種刷刷的感覺 這件事有啦 但這樣的好 對我來說這樣的好處就是 呃 我不可能把沙發拿去洗啊 因為很麻煩 因為可能要特殊清洗吧 或是人家那個手工在洗 那因為這種就是 沙發都是綁死的 我是覺得 多少有點用啦 因為 但是你的噴水效果 不要一直噴太多 壓一點點就是拿 壓一點就拿 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我剛剛不懂 就是一直壓著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很濕 所以要會用 應該是這樣用吧 應該是這樣 就是壓一點點 拖 壓一點點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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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啊 但 但是這台機器就是 就像吸塵器這樣啊 你就想像 想像 想像是會噴水的 吸塵器 所以它一定是吵的 它不可能是安靜的 好 大概就這樣 那效果怎麼樣 然後我們試一下窗簾 好不好 試一下窗簾 好 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裡面已經髒了 對不到腳 好 這裡面已經有點髒了 好 就是用這個搭來吸頭 大小的 這樣吸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好 找一塊就好 我們找 找這一塊好了 我 我清這一面好了 現在 現在是這個樣子 這已經快一年了 沒有去清它了 好 來吧 好 好 我覺得 用窗簾這種 這種懸在懸在空中的不是很好吸 你看這邊就11塊 很明顯 這我就很明顯 如果你有 那個 運斗可以燙窗簾 這個時候去燙 應該是比較好 但是因為 那種燙窗簾的機器本身就有 蒸氣了 所以 應該是可以順便打到清潔效果 這我就不確定 好 就是我覺得 用窗簾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用 還是我刷頭用錯了 我們換細一點刷頭好了 好 其實都差不多 反正這個 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 清這種 我覺得沙發還是比較好的 沙發那種比較厚一點 像窗簾這種 我是覺得真的不好用 這這個用在車子上面 好用嗎 我就不太確定 因為我車子是在地下室 沒有插頭讓我插 所以有點 沒辦法實測給大家看 有點可惜 但是這台機器呢 它的插頭啊 你在洗車場 有那種付錢的那個插座 你還是可以帶過去使用的 我覺得清車子內裝 我覺得應該是蠻不錯的 因為車子內裝 你要給它洗一下花錢 你自己那邊稍微弄一下 所以這台機器有沒有好處 還是有 對但是 你說跟其他品牌比有沒有比較好 這我就不知道 有一台機器好像賣四五千塊吧 那這台兩千多塊 如果只是稍微清洗一下家具 這個沙發或者是椅子 我覺得是可以解鎖的 我還有一個辦公椅 我們來試試看 好 來進去我的辦公椅 辦公椅這種東西應該 好用吧 我剛剛清了 那個窗簾的部分 我覺得窗簾的效果不是很好 你可能要把窗簾拔下來 放在地上 放在平台的地方去用會比較好 你要直接掛在窗屋上面去清 我覺得很不好用 好 來吧 這是還沒清洗的樣子 好 好 千萬是這樣 然後就是濕一邊 只是這麼濕 好 我用廚紙巾啊 廚紙一下 讓它快一點乾 看有沒有變乾淨一點 應該是有啦 但就是 真的有這麼濕喔 好啦 我等一下廚紙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廚了大概十分鐘 它 它還是濕濕的 所以 真的用太濕了 好啦 總而言之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 我覺得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可能這個 這個機器本來就是會這樣子 然後因為 你在洗的時候 水有時候會滴到地上 然後去清我就有點麻煩 好 這是我剛才 清清沙發跟窗簾 然後跟這個 一字 的這個髒屋 其實真的蠻髒的啦 好啦 還是有點效果吧 對 看起來是有的 對看起來是有的 嗯 應該吧 好啦 反正就是 你清完之後 然後要自己洗它的工具 然後洗這個水箱 那 你也不可能每天用 因為太累了 所以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大掃除 然後再把所有的家具都 清一遍 對 那你說方便嗎 啊 就是在 就是那種 家具類的 哎呦 什麼事 哎呦 家具類的是可以做啦 就這樣 總而言之 你說 給他的評價嗎 我就覺得有點累啦 使用起來有點累 沒有我想像中 就是吸過去 然後就清潔 然後就馬上乾了 沒有沒有這樣 好啦 然後 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做討論 我覺得好累喔 好啦 就這樣 拜拜